欢迎来到美厅 搞钱多了,内耗就少了 看过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停止精神内耗? 作家老杨的猫头鹰在书中写道 绝大多数情绪问题都可以用四个字镇住,搞钱要紧 赚钱多了,内耗自然就少了 世上90%的痛苦烦恼都能靠钱解决 剩下的10%也需要钱来缓解 自卑的时候,搞钱是疗愈 于敏洪说,解决自卑的办法就是搞钱 于敏洪进入大学后,整整自卑了三年 那时,他周围都是王强、徐小平这种特别能干的人 只有他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土包子 没读过几本书,也没多大见识 入学第二天,他看到舍友躺在宿舍的床上看 《第三帝国的兴亡》 这本书看上去很是高深 更重要的是,于敏洪从来没有读过 他问舍友,上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啊 舍友没说话,把书本从脸上拿下来 白了他一眼 一瞬间,于敏洪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同时也让他陷入深深的自卑 曾经引以为傲的英语 在旁人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成绩一再下滑,让他从A班掉到C班 而家境的落魄,更是一度让他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他因此备受打击,不断贬低自己 将自己推入一无是处的深渊 但他又不甘如此,于是开始疯狂学习赚钱 包下周末的食堂办舞会 找人卖票,用磁带翻录歌曲,再卖给同学 后来又做大学生诗刊 只要是能赚钱的 他都去尝试 后来事业风生水起 他才逐渐变得开朗 能站在台上讲话 大胆表露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只在角落当个小小的听众 路遥说 钱是个好东西 它能使人不再心慌 并且叫人产生自信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自我否定 可能是出身不好 可能是性格软弱 可能是事业无起色 但无论哪种,本质上都是对自我价值的否定 从而丧失了信心 而钱,就是一个人价值最直接的体现 它是一个人实力的象征 也代表着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只要你不断搞钱 生活就会给你果实 给你满足 当你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获得成就和价值认可时 自然也能走出自我否定的怪圈 纠结的时候 搞钱是出路 媒体人朱诺讲过自己的故事 一直以来 他都是一个喜欢纠结 中度拖延的人 回人讯息时 会纠结这样回好不好 会不会伤人 明明几分钟就能搞定的是 硬生生拖了半小时 有时想拜托同事帮忙 他也会一个人犹豫半天 最后还是不知如何开口 但自从开始搞钱后 他彻底改变了这种心态 因为短视频冲击 很多人纷纷转到了短视频领域 他也想过做短视频 可一想到拍摄视频 他就陷入了深深的内耗 是要躲在文字后面 还是要出镜面对用户 你好像不适合出镜 写作才是你的主场 但你的口头表达很笨拙声色 你也没学过拍摄 剪辑 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学 直到写文章的收入 根本无法保障生活 不得已 他必须往短视频方面发展 于是他开始学拍摄 剪视频 做脚本 刚开始时 他还感觉有些困难 但慢慢的 账号有了粉丝 有了收益 也开始有了广告 他欣喜若狂 于是开始卯足进去改进自己的文案和镜头表达力 以获取更多收益 而当他不断在短视频领域赚到钱时 他这才发现之前所有的纠结内耗都消失了 心理学上讲 及时的正向反馈 会对所表现的行为起促进作用 而搞钱 就是一种正向反馈 不断充实的荷包 银行账户增加的数字 能给你带来动力和成就感 督促你快速行动 就像升级打怪 当你斩获了一关的奖励 就想要快速进入下一关 这时候内心的纠结彷徨自然也会烟消云散 焦虑的时候 搞钱是一剂解药 引爆自律力的作者 Chris曾在北京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他工资不算高 但足够撑起一家三口的生活 不料二宝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 大宝要上幼儿园 报培训班 妻子要在家照顾孩子 在家二宝出生 开支只会越来越大 而他一个月工资不到三万 每月房贷一万多 大宝学费 培训班近八千 再加上吃穿住行 各种消费贷 很难支撑起一个居住在北京的四口之家 那段时间 Chris整夜整夜的失眠 满脑子都是怎么省钱 可房贷 车贷 学费都不能省 除了吃穿 没一个地方能削减 更多时候 他甚至要靠信贷来支撑 一想到这 Chris整个人都愁容满面 不省焦虑 直到老婆对他说 你不是之前一直在网上写东西吗 为什么不是是投稿赚钱呢 他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说干就干 他开始在个网上平台疯狂写作 下班后 第一时间赶回家借老婆的班 照顾孩子 等孩子一睡着 他就躲进书房构思选题 找素材 写文章 实在困倦的时候 就冲个凉水早在继续 有时甚至通宵赶稿 接着又几地铁赶去上班 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不断变大 他终于不再为孩子教育和家人生活发愁时 这才缓解了焦虑 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发现 生活中大部分的忧虑都和钱有关 但在金钱上节俭 能缓解一时 却很难缓解一事 与其让自己的身心 在越扣越省中胶着不已 不如以搞钱来治愈 相信那些萦绕在心头的愁绪 都会随着你钱包鼓起来后 慢慢散去 痛苦的时候 搞钱是救赎 道圣和夫曾说 人只要沉浸在工作之中 就不会胡思乱想 也不会沉迷过往 换而言之 工作赚钱 就是治愈苦楚的一剂良药 作家梅耶马斯克31岁时 带着孩子与家暴的丈夫离婚 他曾因这段婚姻痛苦不堪 即便如今离了婚 内心的阴影仍未消散 可钱夫还在利用孩子探视时间 给他始办 并且反复起诉他 给他的身心添堵 为此 他一度陷入崩溃 婚后的孤独 钱夫的骚扰 还有一次次可能失去孩子的恐慌 都让他沉浸在巨大的伤痛中 他也曾试图走出这种伤痛 但无论做什么 脑海里还是会回旋 此前种种糟糕的画面 直到他开始重拾自己的事业 他想借着工作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借着赚钱重拾自己的价值 于是 他大量学习营养学知识 每天跑医院寻求合作 同时开始模特工作 虽然时常感觉时间紧迫 但忙碌的工作帮他转移了痛苦 让他有了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随着事业有了起色 他的心情也越来越好 成就感也越来越足 随后 他又在三个国家 开展自己的事业并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 因为事业风生水起 前夫反而也越来越尊重他 樊登老师曾表达过一个观点 在你最痛苦 最无助的时候 你就应该认真的去工作搞钱 他能扭转你的人生 搞钱是一种救赎 当你全身心去赚钱 去投入工作 内心便会不断涌现新的希望 生活的痛苦会得到转移 心里的痛苦也会得到抚慰 很认同这句话 钱就是运动 能运凭你脸上的愁容 也能运凭你内心的褶皱 所有的焦虑不安 痛苦无助 都能在赚钱中得到缓解 情绪低落了 心情烦闷了 就去搞钱 当你专心搞钱的时候 内心的自信 鼓起的钱包 都能让你重新拥有 笑对生活的底气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